那你可以對我唱那個嗎?你是我寶貝嗎? 尖叫聲! Supermedia尖叫聲! 超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Aden 今天我以咖啡工廠音樂挑戰賽推廣大使的身份 來到這邊跟你們見面 第一次上專訪很興奮 抽一個 有成績想要放棄唱歌夢想的時刻嗎? 沒有 因為我從國小的時候開始學樂器 然後國中學唱歌,高中學編曲 這一路上來蠻順利的 然後自己也越做越開心,越做越喜歡 也有得名,唱咖啡工廠比他剛才有得名 給自己的肯定 這一路走到這邊我覺得算是很幸運 然後自己也有付出努力 我會繼續堅持 沒有想要放棄 不會放棄 抽一個藍色的 請王Aden用最性感的方式唱出一段 近期愛聽的歌 他全場同意你很性感才過 I just wanna make you smile Make you mine 雙手把你舉起 Put you in the sky 真奇怪 你滿足我所有想像 Oh yeah yeah I just wanna make you smile Make you mine 就是你的全身 Baby you so fly 我不敢相信愛情 但是你 讓我可以 Baby girl 讓我成為你的highlight 好我盡量了 那個我跟大家講 我後面會有真的性感的歌 到時候真的性感的歌 我會很認真的耍性感 好下一個 有喔開始抓到節奏喔 覺得自己能被大眾看見的最大關鍵原因為何 我自己私底下滿認真練習的 當然這一路上有認識很多很好人 跟很好的朋友 今天來到這邊也是因為咖啡廣場 我參加了咖啡廣場那個比賽 在2019年的時候 然後得了第二名嘛 所以剛好大家會因為這個比賽更肯定我 然後我自己用這個比賽算是得了一張名片 就跟大家講說 我幫咖廣做過主題曲 所以參加比賽是一個 然後自己很努力是一個 然後同時在這個網路的世代上 你要去更新你的作品 然後經營自己的社群 這個不用說 對就這樣 很稱職的大使 是吧 一直偷偷宣傳 我沒有偷偷宣傳 我真心宣傳 下拉圖咖啡廣場 歡迎你們 但除了努力跟就是 參加比賽之外 有沒有Adan的顏值的部分 真心話老實說 越來越長大 就是看越來越多 無論是國外的藝人 或是自己 對自己的標準越來越高之後 其實我不敢講說我自己顏值特別高 但是我可以很努力的健身 跟很努力的減肥 跟很努力的飲食控制 讓自己顏值相對來說 跟以前比比較高 去健身 男生們 去中心 再來一個真心話啦 侃侃而談啦 最近最幸福的一件事 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 我最近覺得唱校園 或是能跑一些大大小小的表演 幸福感 完全大大的 大家看到我會很開心 或是充滿希望台下的人看到我 會想要讓自己變得更好 繼續啟發大家這件事情 我最近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講意義很大 我使命感 越來越重 所以我覺得能表演很幸福 然後另外一件事 就是長大之後 你知道因為我們很忙 我就想著發專輯發膽劇 所以壓力會越來越大 所以最近很幸福的一件事就是 我可以十二點躺在場上睡覺 完全沒有醒來 八點 被太陽 叫醒 這件事情超級無敵幸福 所以能夠睡飽跟表演 我就覺得超幸福 Yes Sir 掏出身上一樣東西 成為本次的抽獎福利之一 哇 送福利囉 我身上 我有這個 這口罩 這不能算 這是咖啡廣是成為這次影片的福利 那我要喝過一口才會比較有FUMA 你再簽名好了 簽名 簽名簽名 參加咖啡廣場比賽 站上覺醒音樂季 幫咖啡廣做品牌主題曲 擔任賽事推廣大使 哪個更爽 全部都很爽 大家知道 2019的時候 那時候我高三 我算是高中畢業 就有這個機會 能夠幫咖啡廣做歌 然後還是做主題曲 甚至他們一直沿用到了現在 這件事很爽 覺醒音樂季也很爽 因為我記得 我那一年去參加覺醒音樂季 那一年我記得是 他們的最後一季 所以我參加到了覺醒音樂季的 last round 這件事也很爽 我現在這邊 來上超音 我自己覺得很開心 很興奮 所以三件事情都很爽 我不能抱怨 我不能抱怨 請拿著咖啡廣場 對鏡頭進行可愛三連拍 第一拍 第二拍 第三拍 好 那我要真心話 開來一下我的理想型條件 那我最近花在健身房的時間上蠻多的 大家知道健身房也會有女生 然後她們 女生最喜歡就是練腿 然後就會把自己的腿練得粗粗了 所以我後面的理想型條件 我會想要找一個 同時也有健身興趣的女生 這樣我就可以躺在她的腿上睡覺 剛剛那是外表的 內在的就是 我喜歡溫柔的女生 然後她會support你的想法或是行為 好再來一個真心話 長得帥但五音不全 長得不好看 但是天籃要選哪一個 我要選擇長得帥 但是五音不全 因為我長得帥 說不定可以去賣車 或是去當其他的youtuber 網紅 這個都有很多出路 但是我愛唱歌 但我選擇長得帥 謝謝 但如果兩個都有就更好了 下一個 現場撩一位 辦公室同事 接線工作人員 並發送咖啡廣場 幫大家打氣 Let's go 大家好 工作還行嗎 還順利嗎 謝謝 Baby baby 誰要接受我 咖啡廣場 你這杯是什麼 一定不是咖啡廣場對不對 那我可以送你這個嗎 可以 你可以喝喝看 咖啡廣 送給你 你的眼鏡很好看 我開笑喔 你是在場我也有化妝的男生 跟我一樣 我今天也有化妝 他為了你 我就為了你化妝 你可以嗎 那咖啡廣場送你 好 謝謝 那你可以對我唱那個嗎 你送我寶貝嗎 那要嗎 要 要 要 別叫聲 收看media 別叫聲 做什麼事都想你開心 I just wanna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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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you 困難才這麼多我也願意 Promise that I make yeah 做一道 for you A all the love I have yeah shing it out for you A 這個時候到了 讓我當你保護 A 你是我寶貝 你們辛苦了 剪片加油 尖叫聲 好 謝謝大家 那個打擾了 我是Aidan 謝謝 再來一個大冒險 reaction自己的站出來MV 好 這個其實蠻難的我覺得 好現在reaction我 2019的MV 那時候我還沒有王Aidan 我就是Aidan 站出來 這卡拍了很久 我們在一個 林口還是在哪裡的社區 很漂亮 嘿 嘿 嘿 我覺得我這首歌真的編得蠻好的 那時候編曲還不錯 滿意 2019年的時候我拍這支MV前面 不知道在想什麼 頭髮流了很長厚厚一層 這支MV裡面就真的用我那個髮型 那時候用了一個很日系的一個大波浪 跟下來看會有點不習慣 但我覺得整體表現還是滿滿意的 MV都會很多人在下面刷什麼 2020幾年還在刷 有沒有這首歌呼籲一下大家 2023必須刷吧 2023確實還是要刷一下 我有時候還是會回去聽這首歌 水準有到 大家回去多刷幾次 為品牌創作跟自己的歌 跟做別人的歌有什麼不一樣 以當時的我來講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不一樣 因為站出來這首歌 把我整個個性 把我當時在想的東西 也完美的融進去 那時候我高中畢業嘛 我也是一個很衝的個性 很想證明自己 那剛好 我那整個 心靈的狀態 還有整個人生的狀態 就是跟這個歌 完美的match到 所以包括我講的 敢不敢站出來 敢不敢其實是 高中男生常常會 挑釁對方嘛 也就是你敢不敢 多做20個伏地挺身 你敢不敢 馬上去買兩份漢堡什麼 馬上吃掉這之類的 我就把那個概念 融進來這首歌 問大家 你敢不敢 秀一下你自己 或者是去參加比賽 挑戰一下 證明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 跟我自己的歌 是沒什麼兩樣的 還有那個時候 我做詞做曲的時候 卡廣那邊幾乎 沒有改我的歌詞 就是它是讓我很自由的去創作 很自由的編曲 我覺得我有什麼想法 基本上 大家就是原汁原味 在那個歌裡面 就都聽到了 我2019那一屆 就已經有 饒舌 樂團 像是我昨天去表演的時候 有人說 他是彈國樂的 也可以去參加 所以你每個瘋都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想試的話 卡廣都有一個舞台讓你試 Yo what's up 咖啡廣場音樂挑戰賽 現在已經開始報名了 報名截止到3月底 我非常推薦這個比賽 給螢幕前面 無論你是國中生 高中生 大學生去參加 第一 它很多元 從饒舌到國樂 或是從樂團 到像我這樣子 自己創作的創作歌手 這都是一個很適合你的舞台 賽制 簡單清楚 獎金 現在來說也已經是很不錯 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還會幫你安排一些好的師資 或是你會認識一些好的朋友 甚至你可以進錄音室 去專業的錄製你的作品 然後如果你很幸運的 殺到了比賽後段 你甚至可以有去音樂季表演的機會 跟我那時候一樣 光這個我就覺得蠻屌 詳細的報名方式 還有詳細的賽程資訊 現在在他們的粉絲專頁上 你都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去FB搜尋 咖啡廣場 你應該就看到 咖啡廣場音樂挑戰賽 真心推薦這個比賽給 還在剛起步 或是還在打磨自己的音樂人們 你可以去試試看 你不會後悔